临终 临命中时 身孽 因孽 都能莫顺 但是 有许多病人 临终时昏迷 连家人都不认识 这个时候 他怎么能念阿弥陀佛 这个情形有 造的罪业中 临终的时候 果报献起 这一桩事情很麻烦 所以 若想临终时的力 平时要用功 千万不可图侥幸 且需具备三个条件 平时功夫不得了 灵时遇到的 那是他过去身中 修得好 没能往生 是临命中时 一个错误的念头 他堕落了 这一生当中 他又遇到 遇到的时候 他必须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临终 头脑清楚 不迷惑 不迷惑 清清楚楚的 如遇不到向之时 他也不会躲三个道 所谓的 好死好生 他到人道来 他到天道去了 所以 临终 头脑清楚 重要 临终 迷惑 就很麻烦 那么第二 临终有善知识提醒 赶快念佛 有人提醒他 这个很重要 怕他忘掉了 劝他放下 放下万语 就在这个时候到极乐世界去 第三个条件 他一听到别人劝告他念佛 劝他求生净土 他马上求悟 他立刻去接受 而没有怀疑 这三个条件 拘束他决定的事 但这三个条件 真的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个 所以 平常要放下 这一点很重要啊 临终时才有把握 那平常要下功夫 要真提醒自己 每一天睡觉时 就想到我要往生 第二天醒过来 没往生又回来 要常常做这个想法 天天想往生 一躺下来 一躺下来我就想往生 这个领土好啊 不要想别的 这就是 好好训练自己 把自己训练 那个真正愿意求往生的 善友啊 这才好啊 所以天天想 到了真有一天 那佛来接引 欢喜得不得了啊 哪有会恐怖呢 所以往生的人都 欢欢喜喜走的 没有恐怖的 黄念足老去死 黄念足老去死 在往生前 两个月 全心全力地念佛 一天 念十六万身的佛号 这是所给我们看的 表演给我们看的 他是追的念佛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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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追的念佛 一天十六万身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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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十年 所用的时间不多 早晨一次 晚上一次 这是最简单的早晚过 如一生当中一次不缺 也符合经上所说的一项专念 那么这是定库 早晚这是定库 养成习惯 另外是散库 就是不定的库 不定的库是随时念符 想起来就念 有时候深念就忘掉了 忘掉不怕 想起来赶紧接触你 这是累积功德了 积功累德是这么秀的 由大众场合当中 不适宜念佛的 心中念佛 心里面一句接着一句不见得 可没有声音 没有动作 别人完全不知道 这个法界用输了 大佛宝的人 大善根 大智慧 分秒逼真 没有智慧的 得智慧 看智慧 没有佛报的 佛报现实 真的是佛回双修 很容易 不难 心要发大心 发大心 要护持佛法 护持佛法的功德最大 怎么护持 这一句佛号不间断 就是护持 心量大 想帮助苦难众生 自己没有这个佛报 求佛力加持 佛菩萨就会给你安排 你只要一教奉行 如理如法 佛菩萨加持你 满你的愿望 那么这一运 最后有一句话说 为处无逆 诽谤正法 这种人不能护持 如果直犯无逆 而不诽谤正法 也能护持 可见的 毁谤正法 最重啊 比无逆 最还要重啊 啊 无逆 第一个 杀父亲 第二个 杀母群 第三个 杀阿罗汉 第四个 处佛神学 第五个 破活活生 就是毁谤正法 毁谤正法 在无逆罪中 那无逆罪 后面中 前面亲 你看杀父母 杀父亲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杀阿罗汉 比杀母亲 最又重了 啊 为什么阿罗汉 在世界 是传佛正法的 是来普度 是来普度众生 那做天人私 你把他杀掉了 许许多多人 发生灰灭 不能延续了 这个罪业 你要称讨 那佛 是最有佛报的人 想害佛 是不可能的 但是 像提普达都一样 让佛受一点伤 出一点血 是有的 这个念头不善 那这是窝念 窝念当中 罪悟的念头 但是 最重的罪业 是破坏祸身 破坏身团 让这些修行人 不能成就 那这个罪业 这是最重 所以 佛特别说出 这五种 再加上 毁谤正法 他不能祸 那么这个事情 古大德 有很多种的说法 我们都要知道 阿弥陀佛 无量的慈悲 无造无逆时 我 要能回头 要能忏悔 还是能忏悔 这个要忏悔 后不再糟了 求佛 佛 还是 帮助他 所以观经中 曾经提到 毁谤正法治 是他根本不相信 不接受念佛法门 当然不能往生 但这就根本不相信 偶尔大师说 能否往生 要看幸运之有 平位高下了 再与念佛 功夫之前身 功夫前的是 功夫成片 成片是心里佛号 成一片 除佛号外 无其他的念头 而贪嗔迟慢 是非人国 他还在 再怎么样呢 他不起作用 这叫代业往生 生 凡生 同居度 那这些 我们都要知道 然后我们的信心 就坚定了 不会是外面的人的议论 动摇我们念头 欧耶大师说的最好 能不能往生 就看幸运 他真的相信 他真的愿意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去做了 真正求往生 就要把世缘断掉 跟这个世间的缘断掉 为什么 他会障碍 把世缘从心里头放下 把真心契悦 不断向上提升 这个人往生 又把握 那平位高下 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 最前的功夫 是叫成片 成片什么意思 我们心里头 没有念头了 善念悟念 统统放下 世间念头 初世间念头 也放下 心里头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第二念 这叫成片 这是一心不乱 最前的功夫 这样的功夫 就保证你往生 你有真心 你有契约 功夫到一片 所以 我们要把阿弥陀佛 放在心上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能放 这就对了 至于观世音菩萨 这大家晓得 大慈大悲 旧苦旧难 佛在无量寿星上 也劝我们 当我们有极难 大难的时候 可以念 南无旧苦旧难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非常灵验 他来帮助我们 解决困难 可以用的 可是 真正求往生 还是一句 阿弥陀佛 不换题目 我们的烦恼 习气 没断 贪嗔痴慢意 有 是非人我 有 但是 不起作用 在心里起作用的 就这句佛号 这句佛号 一句一句往下捏 这就对了 所以 带一往生 生 凡生 同居图 极乐世界 有四图 凡生 同居图 十六道 我们这六道 极乐世界 只有两道 他没有 阿修罗 墨鬼 地狱 地狱 出生 都没有 所以往生 到极乐世界 最低的是 人道 比人道高的天道 到极乐世界去了 虽然有凡生 同居图 实际上 实际上是无法想象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腐 你的智慧 神通 道理 好像跟阿弥陀佛 差不多 这是很难想象的 一切祝福 智慧的能够平等 极乐世界 为什么这么特别 一切祝福 都没办法跟他相比 原因 就是在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他的愿太大了 不是为自己 全是为苦难众生 希望苦难众生 能够远离一切苦难 早早顺利 成福 这是他的大愿 这个大愿 他能做到了 能做到的原理是什么 是因为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就这个道理 你本来不是福 他没办法 你本来是福 这是迷了 他帮助我们 觉悟 在理上 这讲得通 四上 我们就能信得过 理上讲不通 四很难相信 理上明白了 所以成佛 不是 假的 就在我们这个世界 也是真的 你看 大臣经上 是尊业在说 我们六根 接触六成经济 就在接触的时候 就没有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就是福 接触的时候 有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就是菩萨 接触的时候 有其心动念 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就是阿罗汉 接触的时候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全有 这叫六道众生 这是世尊 把佛跟我们 哪些地方不一样的 说得清清楚楚 那我们能把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放下 不就成佛了吗 这就叫放下 屠道 屠道是什么 造罪业的 杀牛杀猪 天天拉着屠道 这个屠道是什么 佛用的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好比是屠道 你把这个放下 不造罪业 善窝业 多不造了 不造窝 窝业 没有三窝道 不造善业 没有三善道 三善道 三窝道 是六道轮回 都是错误 所以佛教给我 断窝 不要执着断窝的想 修善 不要执着修善的想 超出六道轮回 往生 极乐世界 这么教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要明白 那么最重要的 就是 阿弥陀佛不要间断 口里间断没关系 心里都不能间断 时时刻刻念着 阿弥陀佛 你时时刻刻 都得到 阿弥陀佛的价值 都得到一切 活发神的保佑 你居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造灾难 大家占你的光 不要认为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很薄弱 绝不薄弱 力量大 得佛加持 力量就大 怎么得佛加持 念佛不断 就得佛加持 这是代言往生 生凡生同居度 假如见死烦恼断了 为之肆意心不乱 生方便犹豫度 往生的品位提升了 为什么提升 见死烦恼断了 见是错误的看法 思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天天看 天天在想 全都想错误 见烦恼里面 佛把他归纳为五大类 叫五种见惑 第一个神经 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身体 身体 身体是我 错了 身体不是我 为什么 我不生不灭 这个身体有生有灭 身体是什么 身体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他用坏了不能用了 脱下来换一件 身体一佛如实 用几十年 不好使用了 换一个身体 所以身体不生活 这个一定要清楚 就这种事情 不要说不学文 不学佛的人不知道 学佛的人 学了一辈子 真正知道的 也没几个 那为什么 他对身体看得那么重 就是不知道啊 误会 以为身体生活 身体不生活 所以入佛门 头一个破身解 真正放下 身体不生活 你才能入佛门 真的小沉粗骨 真干了 真放下了 念头转变了 生活是生活 谁生活 我可以自己做主 这讲过 做不了主的 不是我 我头一个定义 就是自己能做主宰 我们今天自己做不了主啊 言语有所谓 菩萨菩萨 年年十八 他能做得了主啊 他不衰不老啊 我们不行啊 我们一年比一年衰老啊 这就是做不了主啊 做不了主的 不是我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谁不生不灭呢 诸位晓得一个 灵魂 人死了 灵魂离开肉体了 他又去投胎去了 去找个身体去了 但是那个不叫灵魂 但是那个不叫灵魂 他不灵 为什么 他要是灵 他就会选择好人家去投胎 他没办法选择 他就变出生了 变恶鬼了 这他非常不愿意的 他为什么去呢 夜里支配他 他受夜里支配 他做不了主 所以那个魂呢 不应该叫灵魂 迷魂 他迷惑电倒 他要是灵魂了 他要是灵了 那就成佛了 成菩萨了 那就很灵魂了 他不会乱投胎 不会乱找身体 这些统统是四十真相 不能不把他搞清楚啊 佛法讲得最清楚 最透彻 古婆乐文教 比佛法早一万年 他们对这个懂得 但是也没办法 他出不了这个大陆魂 所以在佛法讲 什么是主 真心是主 自信是主 真如自信 佛教用这个名字 这个不生不灭 就是六座慧能 开悟的时候说的 自信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 勤劲 从来没有人物 现在也没有人物 那人物是谁呢 人物是阿赖 阿赖也是忘心 真心没有人物 这样 第二个 真心不生不灭 阿赖也是有生有灭 忘心有生有灭 真心不生不灭 忘心 全是烦恼 无量无边的烦恼 真心没有烦恼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向好 都是自信本有的 阿外面没有 不要到外面去找 回过头来 自信里头 圆满去做 好啊 第四个 就要加它的限制 它是定的 它不是动的 自信本定 所以为什么要修定 定 就跟真心 跟自信相应 不定 就浮躁 跟自信不相应 因此 佛教导我们 是以修定 为最主要的 八万四千发门 发是方法 门是门道 那么多的门道 修什么 统统修定 最后的结果 都能得定 所以说 发门平等 无有高下 就是任何一个发门 都是修定 这个要知道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修定 把心定在佛号上 除佛号之外 什么都不行 就定在佛号上 我这个能量非常大 你看最后 能生万法 佛教里头没有将神 没有将造我主 能生万法就是造我主 谁造的 我们的心造的 所以一切法不离心 心是一切法的根本 这个心没有形象 能性一切形 它本自身没有形象 佛法的修学 就是明心见心 把自己的真心找回来 真心做主 我们今天在六道 六道里全是忘心做主 四身法界 它也是忘心 不过它有学物 它有很高的学心 依然用的是忘心 四身法界 到十报状元图呢 那完全用真心 那这第二个 僧方兵右语图 是忘心用的真 没有用血 那更深的呢 是破一片无名 正一份发生 是原教粗度 以上菩萨的境界 为之礼仪性 神十报状元图 这就正的了 释迦牟尼佛 苏婆教主 释迦牟尼佛的 十报状元图在哪里 是化藏世界 那华言经上讲的 化藏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 十报状元图 完全是真心 没有忘心 所以真心所现的境界 永远不变 极乐世界 是真心所现的 但极乐世界 很特殊 一切祝福 释迦牟尼佛 都不在一处 都是有根案 它不能通的 极乐世界是通的 换句话说 它的方便图 同居图 是暴徒 它是通的 在同居图里面 往生的人 人听 跟生识暴徒里面的 法神菩萨 没有障碍 天天在一起 所有的活动都在一起 这是我们世界上 没有啊 我们这个世界 也是凡神通居图 菩萨 阿罗汉 我们见不到 他看到我们 我们看不到他 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凡神通居的人 跟法神菩萨 是天天在一起的 生活在一起 学习在一起 而研究讨论在一起 所以他进步快 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 这是我们必须要求生 进度 真正的原因 我到那里学习快 很快就成就 就毕业了 那我们的事情就圆满了 解悟的 这都没缘